无愧的工人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又到了无愧的工人节目时间了 欢迎你收听 我是这个节目主持人叶光明 我为了帮助你更好的学习圣经 特别为你准备了一本小册子 这是免费送给你的 这本小册子叫圣经自修课程 圣经自修课程 欢迎来信索取 来信的时候写清楚我们电台的地址 写给我叶光明收就可以了 好我们言归正传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人类的五大特性 那这些特性叫人类与其他的动物区别开来 因为人能够与全能的神建立独特的关系 那么上回我们已经认识到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了 让我们重温一下创世纪第一章26节的记载吧 圣经记载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我们已经看过神创造人的目的 乃是要叫人与神相交 因此为了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神就赋予我们一些与他自己相类似的特质 我们的三个方面就反映了神的样式 那首先我们是属灵的活物 能与神建立属灵的关系 第二我们是道德的活物 也就是有道德的活物 不像飞禽走兽那样的按照本性过生活的 我们能够分辨善恶 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拥有一颗良心了 但是很可惜啊 人类既然在撒旦的权势底下 人的良心已经被歪曲了 但无可否认呢 我们仍然懂得分辨善恶 好 第三 我们是智慧的动物 我们懂得思想 或者说 有一些结构的概念 理念 我们不单是懂得思想啊 而且会将理论一些意念呢 化作行动 因此人是具有创造性的 而不像其他的飞禽走兽那样的 千篇余力的按照他的本能去过生活 因此 人的创造力与造人的主有点相似的 那总的来说 人在灵性 道德性和智慧上具备了神的样式了 好 接着下来 让我们继续来透过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的经文 来思想人类的第三个特性 人类的第三个特性 是什么呢 那就是神使受造的人成为统治者 好 我们先来看看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 圣经这样说 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你看啊 神使人管理整个世界啊 那就是包括了海陆空和其中的一切的活物 人就成为了神可见的代表了 就运用神所赋予我们的权柄来管理这个世界 每当地上的活物 他们碰见亚当的时候就从亚当身上看见创造的主的样式了 并且接受亚当从神而来的权柄 在诗篇的第八篇就将这个概念表达得非常的清楚 诗篇第八篇四到八节 圣经这样说 人算什么 你尽顾念他 世人算什么 你尽顾念他 世人在这边我指的就是亚当的后裔了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 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 天野的寿空中的鸟 还你的鱼 凡金形海盗的都扶在他的脚下 那么换句话说 所有的受造物都是负在人的管制之下了 诗篇第八篇是预言性的经文 新二圣经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六到八节 曾经引用了这一段经文在耶稣的身上 希伯来书的第二章第九节 是很好的摘要 那经文这样说 唯独贱纳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 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 因此耶稣是全人类的代表 这段经文同样也可以用在我们的身上 神将亚当安置在这个地上 叫亚当管理全地 于是人类就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了 也因为如此啊 堕落了的人类仍然保留着统治者的欲望 但是非常可惜啊 罪使人不能够称职的管理好这个大地了 人虽然能够管理这个地球 甚至登上了月球 向外发展和同管这个世界 但是人始终是不称职的 无可否认啊 人类是世界的统治者 但是人的罪使地上的一切的活物 都陷在这个罪恶当中 产生了恐惧 人真的是在管理世界吗 好 我们来看看人的贪恋 和任意的开采大自然的资源 使整个大自然的运作限于崩溃了 这人的管制底下 万物都在受苦当中啊 那紧接着让我们看看 人类的第四个特性了 那我们姑且称之为神的智慧良办吧 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圣经这么说 耶和华神用途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 和空中各样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 看他叫什么 那人怎样叫各样活物 那就是他的名字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 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在旧约的文字的用法 给一些东西起名字 并不是随便的事情啊 一个名字往往是表达该事物的性质 描绘这个人或者是动物 或者其他事物的特性的 在这段经文里头啊 神将所有的创造物 也就是受造物啊 都摆在亚当的面前了 就吩咐亚当要做一件工作 什么工作呢 就是为了一切受造物起名字 于是亚当为走兽起名字了 亚当怎么样叫各样的活物的呢 那就是这个活物的名字了 当亚当给活物起名字的时候 这就是表示亚当认识这个活物的功能和类别了 那么换句话可以这么说吧 亚当拥有动物的科学知识 这个知识来自神的启示 因为人与神有紧密的关系 那一直到今天 人类还是回复亚当早年的工作 为活物在那不断的起名分类 今天人类用尽了各样的科学知识 却仍然不能够把生物分类分得井井有条啊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亚当这个人 亚当只凭个人的直觉 就能够将各样的生物把它分类了 为各样的活物起名字 因为亚当领受了神的启示 亚当是神的智慧的良伴 当你将神的形象和今天堕落了的人类相比较的话 也许你会感觉到 哎呀 非常的可叹啊 可悲啊 然而让我告诉你啊 即使在堕落的罪恶情况当中啊 人仍然拥有神的印记的 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呢 那是要使我们回复从前拥有的形象 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 就能够在我们心中完成重建的工作 直到有那么一天 在荣耀里 我们就能够与天父完完全全的合一 完完全全的反映了神的形象 好 说到这儿我们简单来复习一下人类的五大特性了 第一 人拥有与神相交的能力 第二 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因此 人具备灵性 道德和智慧 既能思想 计划 又能够创造新意 撒旦既然没有办法攻击神 就只好猜毁神的形象 换句话说 撒旦是着意要攻击人了 第三 人成为神在地上的代表 有统治全地的权利 但是很可惜啊 人堕落之后 人的统治权利就被拆毁了 人的统治对世界有害无益了 第四 神使人满有智慧 懂得地上各样走兽的特性 神就更猜派亚当 为各种活物起名字 好 接着下来我们继续来查考 神造人的第五个特性 神为人预备配偶 在创世纪的第二章 二十到二十四节 圣经这样说 那人 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 野地 走兽 起了名 只是那人 没有遇见配偶 帮助他 耶和华神 使他沉睡 他就睡了 于是 取下他的一条肋骨 又把肉合起来 耶和华神 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 造成一个女人 领他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那亚当虽然想尽了伊甸园 各样的福乐呀 仍然感觉到好像是有什么失落一样的 亚当为了走兽 起了各样的名字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找不到自己的配偶 亚当找不着分享的对象 也就是说 他非常美丽的这个环境 他美好的生活 没有人跟他分享啊 无论伊甸园是怎么样的美丽 独自一个人享受啊 仍然是感觉到 哎呀 太可惜了 你如果是去到极其优美的一个环境 我相信你会希望 有你最亲爱的人 比如说你的妻子啊 或者父母啊 最好的朋友相伴的 在这个美丽的环境当中 孤独就成为美中不足了 因为你希望有对象可以跟你分享吗 那也许神吩咐亚当 为走兽 起名字的目的 是要叫亚当 发掘到自己 反而是欠缺了某一样东西 就是相交的对象了 那因此神在一个特殊的情况底下 从亚当身上 就抽出了一条肋骨 就造成了一个女人 神又将女人带着亚当的跟前 成为亚当的助手 当亚当看见女人的时候 就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那这件事令我联想到 耶稣与教会的关系了 耶稣是教会的头 同样也是教会的新郎 耶稣渴望与教会相交 就正如亚当渴望与夏娃相交 这种相交的关系 令我们回想到 神创造人的至高的目的 乃是要与人相交 好了 除了以上五样的特性之外 神还给亚当一个自由的意志 亚当既有自由的意志 就能够为自己的前路做选择了 如果没有选择的权利的话 就算不得自由意志了 神没有留在伊丁园里头 看守着亚当 也没有追随着亚当 吩咐亚当干这个或者不干那个 恰恰相反 神将亚当和夏娃 留在园里独自的过生活 神容让人运用自由意志 去做一个抉择 但是神却没有直接的干预 在创世纪的第三章 第八节圣经这样记载说 天起了凉风 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 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 那我们可以这么推测了 神并不是整天留在伊丁园里头的 只是在某些时候探望亚当和夏娃 为了要与人相交 那虽然神并不是整天在伊丁园里头 但是神早就已经将自己的话 留给了亚当 作为神的一个代表 这跟我们的情况是差不多的 我们是基督里的新造的人 神并没有追随着我们的左右 吩咐我们干这个不干那个 神也没有每时每刻拿起他的形状 警告我们 但是神却将自己的话语 留给了我们 作为神的代表 你如果不信的话 我可以为你拿出证据来的 好 我们来看看 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三节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那么换句话说 神借着自己的话语 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 我们如果遵行了神的话语 神就借着自己的话语 来到我们的心里头 与我们同住了 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的位置 那就是神在我们心中的位置了 我们如果尊敬神 就必尊敬神的话语 我们不能够说爱神 过于爱神的话语 同样的 我们不能够尊敬神 过于尊敬神的话语 我们更不能够服从神 过于服从神的话语 因为试验我们与神关系的 最好的方法 那就是看一看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 我们对神的话语的态度 是怎么样的呢 这是我们要实时的反省的 那这个测验呢 也可以应用在亚当身上 亚当对神的话语的态度 就可以反映出亚当与神的关系了 神并没有将整本圣经留给亚当 神只是将一节经文 大概是一两句话 留给了亚当 但这个已经是足够的了 好 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第二章 十六节到十七节 圣经这样记载说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圆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这就是神留给亚当的话呀 你会发觉到圣经时常提醒 或者说提到了撒旦和撒旦的谎话 这并不是指某一句谎话 而是指特定的一句谎话 那就是否定神的警告 神说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但是撒旦说 你不一定死啊 你看看撒旦的谎话了 撒旦的意思就是说 犯罪吧 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神的话恰恰相反 神说 你若犯罪 就必定死 那这是神的话语啊 神像亚当所说的话 有三个方面是值得我们要注意的 第一是神正面的应许 好 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第二章 十六节 耶和华神说 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 你可以随意吃 神容许亚当在园里头 有完全的自由 除了一棵树上的果子以外 园中树上的果子 亚当都可以随意去吃啊 那第二是神的禁止 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 耶和华说了 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 你不可吃 那在此 神已经明文规定了亚当不可吃其中一棵树上的果子了 最后是神的警告 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十七节 耶和华说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我想给你指出一点呢 如果亚当相信和遵守神的话语 亚当就能够得胜 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侵犯亚当和剥夺亚当的祝福的 但是当亚当拒绝了神的话语的时候 亚当就已经是拒绝了神了 我们对神话语的态度 就是我们对神的态度 这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啊 或许有人会说了 我从来没有当面抵挡过神啊 也没有对神说 我不需要你或者厌弃你啊 但是你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啊 就显出了你对神的态度了 违背神的话语 那就是拒绝神啊 好 希望我们留意一下创世纪所描述的 创造和基督里的新造的人的关系 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 神就预先供应了亚当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 亚当所需要的一切的东西都可以在伊甸园里都找到了 那如果亚当要留在伊甸园里的居住 亚当需要遵从神的话语了 这个道理同样应用在基督徒的身上啊 当神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神是没有必要看一看 哎呀 如何了满足人的需要的 因为神早就已经在基督里头为我们预备妥当了 我们和亚当一样的 是被安置在丰足的环境之下的 在彼得后书第一章 二到四节 圣经这样说 愿恩惠平安 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 多多的加给你们 神的神能 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赐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 照我们的主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在这里我请你注意啊 神的神能不是将要 不是说将来要怎么样 而是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的和敬虔的事情赐给了我们了 这是已经的 这是因为我们认识了基督 叫我们得着那宝贵的应许 因此基督里新造的人和亚当的受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亚当被安置在丰富的环境之下一无所缺呀 亚当如果要留在伊甸园里头就需要遵守神的话语 同样的我们是基督里新造的人 我们也活在丰富的环境之下了一无所缺呀 我们如果要继续拥有这些丰富的生命的丰富的一些的话 唯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 那亚当究竟错在什么地方呢 那就是没有看中神话语的权柄 亚当低估了神话语的权柄 竟然随己意妄自解释神的话 这同样也是今天我们许多基督徒的问题呀 那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很缺乏呢 我们的困难没得到解决呢 好像我们不是活在神的丰富当中呢 答案是很简单的 因为我们在某些事情上不相信和不遵行神的话语 那还有一件事是值得我们要注意的 我们先来看看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六节 圣经这样说 耶和华神吩咐他说 后面怎么说怎么说了 神说话首先的对象是什么呢 是谁呢 就是亚当 神不是向女人说话 因为当时夏娃还没有被造的 因此亚当有责任去顺服神 即使神造了女人 神的命令不是直接对女人说的 而是间接的借着亚当 将命令传给女人的 夏娃是首先被骗的 然后是亚当 创世纪的第三章第六节 圣经这样记载说 女人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 但当神在园中寻找人的时候 亚当要向神负责呀 因为神的话语是直接向亚当说的 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九节 圣经这样说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 对他说 你在哪里 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呢 亚当要向神负责任了 亚当本来就有治理妻子的权柄的 但结果亚当听了妻子的话 背叛了神 那所以亚当就要负完全的责任了 弟兄姊妹 今天神仍然给人选择的能力 你是不是愿意遵行神的话语呢 我们仍然有亚当那样的完全的自由的意志 不过自从亚当犯罪之后啊 整个人类都被罪所影响和污染了 罪性就一代一代的遗传下来 我们不单知道什么是恶 也更糟的就是我们拥有了罪性啊 成为我们的一部分了 我们自然就惊艳到罪恶 因为我们已经成绩了犯罪的能力和本性了 那虽然如此啊 我们仍然有选择的余地的 神赐力量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自由的去做一个抉择 去顺服神自己 神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赐给我们得胜罪恶的能力 但是我们要行的第一步 你注意了 这仅仅是第一步 那就是做出一个明智的抉择 神不会强迫我们的 神却是静静的等待我们自由的这样一个选择 也可以说是一个抉择吧 你有没有选择顺服神呢 也可以说有没有顺服神的话语呢 好了 让我提醒你一点 昔日亚当并没有整本的圣经 亚当从神那里只是领受了一两句话 但是他已经足够了 用了作为考验亚当与神的关系最好的方法了 那就是看一看亚当对神的话语的态度如何了 所以或者你没有整本圣经 但假如你有其中的一两卷 一两卷圣经 就应当细心的阅读和遵行了 透过阅读 反省 默想和背诵 将神的话融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不但是要听到 而且要行到 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神在真言书的第三章一到二节 论到人自己的时候 他说 我儿 不要忘记我的法则 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好 我们再看一节圣经 真言书七章一到三节 圣经这样说道 我儿 你要遵守我的言语 将我的命令寄存在心 遵守我的命令 就得存活 保守我的法则 好像保守眼中的同仁 细在你指头上 刻在你心板上 真的 但愿我们把神的话语 正是刻在心板上 把它实行出来 这是必定蒙福的了 好 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继续的分享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